欢迎收听MoneyDJ台经新闻 第一线记者带你看懂 产业大小事 哈喽我是燕翔 上一集的节目呢 我们请我们的大来宾 元大投信的董事长刘宗胜 教所有的存股族 可以怎么入手ETF 又可以怎么样选标的啊 还有观察ETF有哪些的指标值的追踪 那如果要投资海外的ETF 又要怎么样评估这个汇率的风险呢 如果还没有听的听众朋友 建议可以回头再听一次那个节目 那今天下集的节目呢 我们还是要请刘董继续分享 分享一些他的观察跟心法 其实台湾的ETF走到现在 已经快要20个年头了 创造了蛮多 我好像都还不知道的一些奇迹 基本上从0050开始 到现在从零开始超过220档 受益人数超过450万 那整体的规模大概是2.25兆新台币 那他有很多的这个 不管是比例或者是发展 都是在亚洲之最全球之最 那其实台湾也创造了非常多的ETF的奇迹 譬如说债券ETF的规模 就是亚洲最大 那杠反有些产品像T50反一 甚至是全球最大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一个 受益人数的变化产品的种类 其实在台湾有发展出台湾自己在ETF的特色 那您自己观察 这个受益人的变化 这一两年的这个曲线变快了 这跟投资的气氛有关系吗 的确就是说台股的确也要感谢 包括像台积电 我们在过去这两三年来 尤其在疫情的时候 当然一方面我们的防疫也相对成功 所以总体经济 包括民间的一些消费 受到的冲击 没有像欧美国家 那第二个就是台湾败这个半导体之次 IC各方面 我们持续的在这样子一个未来世代 不管是半导体 电动车 元宇宙 这样的一个新的世代 台湾的这些上市公司 都扮演里面核心中的核心的角色 所以这也的确就凸显台股的投资 它不单单只是一个 所谓的我们叫循环或周期的 它事实上还有本质结构性的 这个所谓的竞争力跟生产力 所以过去台湾的上市贵公司 都着重的是成本控管 外销导向 着重的是生产力 叫productivity 但现在台湾都有全世界 独一无二 不可替代的所谓的competitiveness 叫竞争力 那这种竞争力 事实上对台湾的国家的安全 也都得到很多欧美国家的重视 像现在缺晶片 不管是车子也好 甚至太空也好 还有很多新的一些机器也好 那很多都需要台湾 所以我认为台湾的 目前的整个基本面的支撑 是对台股在短中长期上面 投资的一个最大的支撑的力道 如果说多空的气势 会影响到整个ETF的交易量 或是受益人的变化吗 坦白讲ETF它有一个 非常有趣的特征 就是越跌越买 所以大家是越跌越有信心 我们常常讲P乘以Q等于V 就是说我们把技值价格乘上单位 等于是这个规模或者是市值 那一般来讲 通常P下 就是说像今天大跌的时候 Q可能就跟着下 因为大家就杀低 但是ETF呈现的是 当P往下走的时候 它的Q反而会增加的 所以各位应该会很留意 注意到几次的这种 如果台股跌破10年线 甚至年线 很多投资人都会进来 针对0050这一类的一个ETF 来进行逢低买进 为什么 因为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大家认为它超跌 而且这个时候是一个 好的买进的时机 但是这时候 往往会赚的指数赔的价差 因为有不晓得哪一个会先谈 所以这个时候买进ETF 它就等于是伴随着指数 所以早先ETF设计的时候 它也是指数股票 然后它也是把基金当股票 把指数当股票 那换句话说 你投资基金 一般来讲都是买完股票 去买基金 但是你要把基金当股票买 那就是ETF 所以它具备了基金跟股票的 复合的特征 所以它基本上它是个基金 但是买卖向股票 所以你可以享受的是 标的的分散 所以大家在抢反弹的时候 买黑卖红的时候 通常第一个想到都是像0050 所以变成是说 大家越跌越有信心 可以慢慢就摊平 有点类似是基金人家说的 就是停利不停损 比如说如果跌的时候 它反而要增加它的扣的数量 这样子的概念 因为这个概念就是刚刚提到的 我们叫存股 存股就是把这个时间分散 然后ETF就是把标的分散 那零股就是把资金分散 如果再透过行情的变化 就可以再把风险分散 所以如果透过这种方法 的确也许它的涨的时候 没有个股来得多 因为个股叫 个股的涨幅叫α ET的涨幅叫β 就是β等于1 等于大盘 或叫平均报酬好了 它是一个大盘的平均报酬 所以你今天如果说 希望你的股票能够超涨 那是的确它可以战胜大盘 或者是基金 但不要忘了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它会呈现超跌 这个叫β大于1 这是风险大于1 所以这几年投资人 对于参与台湾刚刚讲的 参与上面 他利用ETF 他可以参与到台股的平均报酬 台股这几年 它的基本面 包括像高科技产业 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上扬的一个动力 譬如举例来讲 很多人讲说含基量 台股目前大盘的含基量 差不多三成 所以如果看好台积电 去买台积电 跟去买台湾的大盘 在做风险的分散上面 有的人他会做 这方面的一个复合的配置 就是说我除了买完 台积电个股之外 我其他的股票 我不晓得怎么选 我可以再选0050 或者是选0056 一个是高股息 一个是高的蓝筹的市值 这个对投资人 在整个搭配上面 就可以达到复合的效果 进可攻退可守 台湾的ETF发展到现在 你有没有觉得 还有一些迷思 你觉得需要跟投资人 去讲得清楚一点 我看过最好笑的一个迷思 是有人去比0050 跟0056的股价 说来个比较低 所以现在应该 去买进0056 类似这种概念 这个当然是网友 有一些不了解的关系 所以会有这些比较 那你自己有没有看过一些 真的是你觉得 很专业的投资人 或者说其实接触蛮久的人 对ETF都还有一些 错误的认知 这也是很好的问题 而且但我也觉得说 我也不好意思说 这是错误的认知 我举个例子 所以说台积电 就是五六百块 那一张就是五六十万 那这个真的是很高 很贵 那0050就是130块 一张就是13万 这个对很多小资组来讲 它的确有入手的困难 但事实上前年 台湾的政府 已经开放零股交易了 那为什么会这么贵 就是因为我们一张 是1000股 你把这么高的股价 乘上1000 它只会更高 但是现在你不用乘上1000 你可以零股交易 所以第一个就变得是说 如果说你担心的 这个入手的 我们叫entry cost 就是说入手的 起初成本 你可以用零股来解决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的确我也不能完全否认说 明明涨的都是一样的基金 那你的已经130块了 我的刚刚IPO15块 我把它讲成是便宜的0050 虽然我不喜欢讲 我也不认同是便宜的 但是15毕竟是比130要少 对 所以也许这个部分 会吸引到部分的投资者 但是我觉得投资者 他基本上 他还是有各种不同的需求 所以的确这个是一个 你说是迷思也好 还是说 就像很多人的基金的净值 涨到100块 那代表他已经是翻了10倍了 而不是去买一个净值比较低的 认为说净值低的一定会落后补涨 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 低的只会更低 高的会更高 没有所谓的落后补涨 高的就太贵 不会涨 高的只是更高 因为他只是一个相对的部分 但是这个其实要教育投资者 可能还是得透过很多的教育训练 机制来让投资人相信说 其实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去买到我买得起的0050的组合 但是他还是130块 只是说我把单位数变低了 反分割的概念 我看你们的这个投资大战略的时候 我对反向有很多的好奇 就是好像反向的东西 他相对之下的陷阱会 应该不能讲陷阱 就是说他相对之下的 就跟投资人的期待会差更多 就是有些人会想说 我长期看空一个市场 我就长期持有反向 这个似乎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对吗 我这样讲好了 其实如果说你真的要问我 杠杆跟反向的话 反向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一个百分之百对称的 就像你今天看股票 股票会涨会跌 50% 50% 你今天买了股票可能会涨 当然也可能会跌 那反向的很简单 一样也是50% 50% 如果你看他长期下跌 你买了反向 那你就会有长期的报酬 但如果你看错了 那你就会长期的资产减损 但是跟期货不一样 期货因为是1比10 1比20更高的关系 所以你跌一点 你可能就要被断头 就要追缴保证金 它是以小博大的概念 反向不是 反向还是本金的报酬 它就是一个方向性 但是杠杆不一样 杠杆如果说你今天 你买圆形的跟杠杆 假设是先跌再涨 那它的点对点的 对称性就不会出现 但是反向1的会 因为反向它是1倍 它都是对称性的 刚好的 两倍的不一样 我举个例子 如果你100块 你买了是跌10% 圆形的是跌到90块 那反向的是跌到80块 因为你本来是跌一层 它多 它两倍 跌两倍 跌到80块 如果我90块再涨10% 一个V型 跌10%涨10% 90块变成99块 但是我80块变96块 它就96块跟99块 不会回到原来的跌 对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市场 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 你每天去这样子 一倍两倍 这样子去 我们叫复利效果 叫compounding 它最后就不是点对点的 就是我今年行情 从1万点涨到1万1 那我买两倍的 长期持有 应该就会有20% 对不起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它是单日的 只有单日两倍 它不是累计两倍 但是反向 因为它都是一倍的 所以它基本上 这方面的复利的冲击 影响不大 所以比较要小心的是 有杠杆型的 坦白讲反而是杠杆 要很小心 杠杆型的 这个如果是复利的效果 其实跟大家预期报酬率 就会有比较大的差距 尤其是你用持有的概念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 就是说 原型的ETF 绝对是买进持有 存股的概念 就是买进不停扣 但是杠杆的产品 在国外叫buy and don't hold 叫买进 但是不能持有 所以它都是策略性的目的 譬如说 今天行情跌了1000点 那我想说 我是不是有机会 抢它一个反弹 绝对是抄跌了 那抄跌 我买0050 可能反弹只有反弹 行情的一些指数的变化 那要不要这时候买进 杠杆两倍的 那我这个反弹 就会再增加 那你说它会不会跌 会跌 但是因为跌一大段了 风险下打 风险相对小了 所以这种时机 我认为是不经常有的 你看台关一年200多天的交易日 有没有哪一天让你跌到说已经虚拖了 然后跌无可跌了 我们每天都觉得虚拖 看400点我们都觉得很虚拖 但是如果说 它这一波真的跌到 大家觉得说 都已经量缩了 大家都已经被套得很严重了 已经没有钱再进去 你看行情如果跌个400点 盘中收盘 一下拉回到200点 它就跌不太下去 那表示还是有 新的人在买进 如果行情这种无量 然后每天都是很大幅度的跌 像去年台湾疫情那一波严重 也是一天也是几百点 几百点这样跌的时候 跌到你发觉大家都虚拖的时候 我们也在那个时候观察到 我们两倍的ETF 是有买盘进来的 所以我们自己在做一个 产品的规划跟管理 像最近行情开始在一个逢高 涨不上去了 涨不太上去 往下开始走的时候 反一的买的人多了 因为大家觉得说 已经涨不太上去了 这一波可能会有一定的程度 所以大家来买反一 因为什么 这个时候就赚它下跌的报酬 但是如果说跌跌跌 跌到很深 不会有人再来买反一 因为那个时候你买反一 可能就会被嘎了 所以这个也可以当做一个先行指标吗 台股的先行指标 你们过去观察 它会就是这些 就觉得比较敏锐的投资者 会把ETF当做一个先行的 侧风向球的一个概念 对 其实你讲这个话就是太内行 也太专业了 没错 其实ETF的折议价 ETF的买卖超 杠杆反向 ETF的这些成交量的变化 都是先行指标 这一点就的确就是说 如果说你今天发觉市场开始 反向的量在增加了 它并不代表一定是看空 因为台股没有什么多 台股没有什么空不空的 的一个情况 但是它有可能涨不太上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 再为未来的高点去有期待 譬如说现在1万7 有人讲1万8 2万不是梦 你就认为现在这个不是高点 因为2万才是高点 但如果说这个时候 反向的量开始增加 交易量开始增加了 是不是市场已经认为 这个时候就是高点了 对 所以你这个时候上去 可能就会买在这一波的高点 所以如果说涨不动的时候 并不代表看空 反向就会增加了 就等于说避险的需求 开始出来了 就开始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它就在一个相对高点 不代表马上跌 但它是个相对高点 是一个警讯的概念 对 那如果说今天行情 已经跌无可跌了 然后大家就开始觉得说 还会再低 这个这一波股票 真的是杀身隆隆 可这个时候 你就会悄悄的看到 正二的杠杆的产品的买量 开始增加 那代表市场有一股力量 或有一个声音 凸显说跌的差不多 差不多 那这两个的ETF的 能够带给你的指标讯号 会比00150再强烈一点 但是通常 00150也有同样的效果 如果说你今天看到行情 在大跌的时候 00150的买盘大涨 那代表市场 还是有一部分的资金 像我刚才讲的购买力 他愿意在这个时候 去把台股的这个逢低 买进的这样的一个思维 去彰显出来 那代表什么 台股被杀低了 台股被错杀了 那我还愿意买 我愿意挺他 那一样 如果开始在一些 相对位置的时候 出现了0050 都有呈现一定程度的卖盘 那代表大家会在那个地方 进行停力的动作 就是说落袋为案吧 我0050 从100块110买到现在 那现在行情感觉 涨不太动了 虽然还没有跌 我是不是先停力出场 所以我刚刚讲的 买配息的产品 叫强迫停力 他每天一定要强迫你停力 那0050 叫做波段停力 如果涨到一定的高点 我可以停力 停力干什么 强迫停力跟停力干什么 就在等待下一个 对对对 下一个循环周期 行情跌下来了 我130块的0050卖了 那现在跌到120 我是不是要买进去 而不是说 我杀在110 买在140 就是说我买在最高点 杀在最低点 一般都是卖在最高点 看能不能买在相对低点 对对对 刚刚你的眼神都让我觉得 刚刚讲那个真的是独门心法 就包括你讲的内容 还有眼神口气 都有觉得 这小资族是受贵很大 那还有没有投资独家的心法 可以在这里教授给我们 独家的心法 我自己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们其实公司 还有一个叫连结基金 那这个真的是独家的心法 为什么呢 我们以前选股 解决选股的痛点 就去买股票型基金 但股票型基金 到时候又有选择基金经理人 选择风格 那我们把股票型基金 把它当股票买 就叫ETF 那我刚才讲了 ETF现在有很多 那我怎么选ETF 要做配置要干嘛的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 是说ETF又只能在股票市场买 ETF不能当基金买 对 交易方式不同 对 那我就一样 就是我只能用股票买卖 股票代号0050 但是我们事实上 过去这三四年 我们把ETF 也把它变成共同基金 所以ETF也可以当基金买 这就是我们的心法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ETF的连接基金 有分配息不配息 如果你像高配息的0056来讲好了 你在股票市场 它配给你 你就一定要拿 是 你不拿 你就把它卖掉 我们就叫气息卖 对 有的人是先把它卖掉 除完以后再逢低买回来 甚至有些外资 他们有些救援扣角21个percent 但是这毕竟就是一个 季节性的操作 但是不是只有拿息那么简单 这个牵涉到很多人的税务规划 但如果说你把它变成共同基金 把它变成配息不配息 它有一个级别叫不配息 那代表它的息会直接进入到禁止里面 就是再滚回去的意思 它就会滚回去 那这个对很多对税务规划 有需求的投资者 他就可以在传统的现金跟财富管理市场 他就可以做到这一块 那我们后来也发觉 很多银行的财富管理的投资人 他们是不买ETF的 因为银行不会提供ETF 他买ETF他自己要到证券市场去买 那对他来讲很没有效率 他要开两个户头 所以他在那个世界里面 他可能就买了很多投资型保单 买了很多高收益债 重点都是要高配息 那甚至有的可能还必须要转换成美金 他可能就变成说 这个时候刚好美元比较便宜 你可以买 他就买了很多他不太熟悉的东西 像外币 像国外的债权市场 信心市场 还是一些保单 那这个跟他每天看到的市场 看到的国家的发展 产业的发展 跟他接触的人都没有相关 都是远在天边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说 如果说我把ETF在共同基金化 我就可以把它放到传统的财富管理里面 它也是一天一个禁止 跟传统的基金一样 而且你还可以有不配息的选择 如果你是高股息 他就直接滚进他的这个禁止里面 那我就可以把我的台股的部位加大 又有ETF 又可以跟其他的基金摆在一起 这个就变成是很传统的基金的投资方式 但是可以活用到ETF的特色 这个就是我们的 我认为比较跟别人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连结基金市场只有元大有发行 这个连结基金 他的管理的费用 就是跟一般的基金是一样的 更低 因为他大部分的资产会拿去买ETF 所以他管理费只有0.4% 所以这个地方我会蛮鼓励投资者 如果说有传统的共同基金的 配置的人 那已经有的 那就不需要刻意的 还跑去买0050-0056的ETF 他可以直接在他传统的 这个基金环境里面 加入台股的ETF的连结基金 所以有台股布局 有ETF的参与 又是基金的方式 而且这个特别特别适合 高税额的投资者 对不对 就他不要配息 他就让他滚回去 他就不会有并入的概念 这个就尊重每一个人的 配息的选择 那因为再投资 他可能累计的报酬 他就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就讲 原来如果传统的财管的市场 投资型保单的市场 没有台股的 那就太可惜了 因为跳望天边的财侠 财换眼前的玫瑰 所以我们认为 如果说你会透过连结基金 你可以一间四顾 刚刚讲的台股顾到了 ETF也顾到了 又可以跟基金组合 第四个还有高配息 甚至有不配息的选择 那这样子就可以更加灵活 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 台湾哪些ETF的商品 现在其实这一块的需求 还没有完全被满足 其实是还有可能 有新商品开发的一些空间 其实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一路走来 接近这20年 我们从一家开始做 然后这个同业 慢慢的参与以后 有的同业之前 也不太做这种 所谓的被动型的商品 然后国内的做完 我们做国外 股票的做完 做债券 传统的做完 做另类 那大概慢慢的 大家现在对于做这种产品 应该都还蛮算熟悉的了 因为一开始也没有人才 法规也不完备 那市场的教育行销 投资人也都不清楚 那现在我认为 ETF已经进入到一个 很成熟的时代 刚刚讲的 已经超过400多万人 是 那我 但我这个阶段 我必须坦白讲 ETF从1.0 如果原来这20年 叫1.0的话 我认为台湾要进入到2.0 什么叫2.0呢 就是说 像你刚刚提到的 还有没有什么产品 可以被开发 我认为当然还会有 如果说 只要有很多 未来新的世代的一些 我们叫sector 就是产业或类型 甚至很多的国家地区 甚至还有新的资产类别 像现在探权期货 有人做ETF 比特币期货 有人做ETF 但是我认为 就是说2.0的年代 可能就不是只是 叫生产跟制造ETF 因为现在已经220支了 我以前10支20支的时候 很多投资人 老是觉得台湾的ETF 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因为他们想买的 台湾都没有 国外都好完整 国外有什么上中下游 生产链供应链 大型中型小型 还有有微型 那他们都有很多 类似这种几百支几百支 但是这几年我发觉 现在已经不是去选ETF的问题了 就是说我发展这么多 我相信很多投资人问题 就是说那长得都很像 对 那有的是管理费高一点 有的管理费低一点 有的IPO高一点 IPO低一点 那有的有美国 有的没有美国 有的有英国 有的没有英国 就是大家看起来都差不多 对 但是感觉就差那么一点点 不一样 那到底不一样在哪里 这个不一样会影响到什么 大家就会开始在这么多产品里面 开始去花很多时间 去斤斤计较 但是我们觉得1.0 如果是生产跟制造的话 那我们要进入到2.0 就是应用 就是我们不是给你鱼吃 应该是教你钓鱼 那换句话说 我们以前是提供一个产品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提供一个组合 因为ETF本身就是一个组合 ETF就在解决你选股的痛点 对 就是风险分散 我50支 但当ETF220支的时候 你也会有选择ETF的痛点 对 那我说我选择品牌 我原大最早 原大最大 原大最好 但有的投资人还是会觉得说 你的有的管理费 还是比别人这个高一点 那我说我服务很好 有的投资人说我感受不到 因为我不需要你的服务 我都是网路交易等等 所以很多投资人 对于这样的一个价格敏感 就会高过品质敏感 但是我总觉得 其实ETF的重点是做出来 我们叫component 它是个零件 我常常举个例子叫乐高好了 你今天一直去强调 这个乐高的这一块零件 跟那一块零件 它的差别在哪里 当然可能有它的差别 但是我们现在重点是说 你要去建构你自己的投资组合 你是要退休 还是要进工 还是要配息 还是要各种不同的 所以我们就应该是从供给推动 变成需求拉动 所谓的投资人想要什么 可以透过ETF去排列主 他自己要的东西 在短中长期 波动的低中高 所以这三四年来 全世界运运而生最多的 就已经不是在 什么样的ETF的产品 是最性感 最创新 而是什么样的ETF的组合 是最能够反逐投资人的需要 针对投资人 那我叫2.0 所以从产品变成解决方案 从标准化变成客制化 从一档变成多档 从一次多档 到变成多次多档 的动态在平衡 就是所谓的智能或机器人理财 那这个就可以达到分散再分散 是 因为ETF已经分散了 所以像国外有一个很有趣的产品 它是ETF ETF 它是一支ETF 但是里面有七支ETF 那这七支ETF里面 都是全世界的股票跟债券 那我就给你报告 它这一支ETF里面 到最后包含了两万多的标的 等于是我一支ETF 就可以有两万多个标的 那我的说法叫综合维他命 你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 要吃维他命A 要吃补眼睛的叶黄素 要吃降血压的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东西 把它复合成一颗 对 一次吃就好 不然真的吞演困难 对 那这个叫复方 复合式投资 那第二个 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吃 所以每天要拿那个盒子 要装很多的药 那我现在 我能不能让它的药效更久一点 我不要每天吃 长效型 一拜吃一次或一个月吃一次 那ETF的组合就是 如果你把ETF把它当成股票 虽然它已经分散了风险 分散了标的 但你每天还是看它 也是会涨会底 是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组合 能不能完善你的一个配置 所以我们就不是在重选择 是在重配置 以前常常很多人开玩笑说 傻瓜才做选择 所以我们应该聪明的 你就先好配置做好 让它可以自动的运转 那第二个 它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风控 跟整个风格的变化 我举个例来讲 很多人说 你现在是 到底是稳健 积极还是保守 坦白讲 多头的时候 大家都积极 对 空头的时候 大家都保守 能赚钱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是积极派的 但是往往空头的时候 像我刚刚提到的 买黑卖红 或许就是一个 配置的好时间 而不是保持保守的 一个好的时机 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有一点 反其道而行 是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说能够透过 这样的一个配置的 管道跟方式 进而在风格之间的转换 能够做到比较多的 自动化 智能化 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2.0的ETF的下一个世代 这样集的节目 上集我们是从存股足 应该怎么样入手 去切入ETF这个市场 下集我们聊到了 上次台湾很独特的 一些ETF奇迹 董事长也跟我们有分享 ETF的成交量跟折议价 常常是大盘的一些先行指标 特别是杠杆型的商品 会更有这种 风向球的一种意味 不过杠杆型的商品 其实并不适合 长期的持有 他其实长期持有 可能预期报酬率 跟实际获得的报酬率 会有一些落差 最后 不过今天好可惜哦 我本来都已经想好 要cue幕后团队的 另一个台柱上场 不过因为台湾的疫情 进入高峰啊 基于安全的原则呢 这个补入的部分呢 我们还是没有采取面对面 没关系 下一次还有机会啦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 两个留言 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第一个是台北小股民 说他回来了 上一集的节目 也受惠良多 很高兴看到大家 又回来支持我们 不管你是旧雨或新知 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欢迎哦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他自称也是 非常非常认真 爱我们的听众 Rong J 他说 他不是很专业 他只是非常非常 认真的爱我们 他这一次呢 又非常认真地 帮我们把内容 做了一些摘要 那我有发现啊 他也是我们TV新节目 在IG Money DJ Cafe上的 忠实铁粉哦 因为你有追踪 所以你一定有看到 庆祥打羽毛球的样子 对不对 超级圈粉 超级可爱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跟对面 跟他一起打球的人 到底是谁 每次呢 看到大家在不同平台 上面的留言呢 其实就会激励 我们整个团队的 肾向欠诉哦 我们就会想要做一些 不同的内容 不同的改变 看看我们这些团队呢 跟你们想象中的 还有什么样子的可能 还可以被你们激发哦 好啦 最后要提醒一下哦 MDJ产业研究室 这个免费证书的活动 还在继续 时间会到5月31号截止哦 其实很简单 参加的办法很简单 只要复制 留下指定的话 再分享活动页面出去 就有机会得到 这个ETF的实战工具书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 赶快上来吧 OK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拜拜